再来关心政坛 今天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征召政务委员杨秋新 代表国民党参选高雄市长 而民进党也早就提名 由现任高雄市长陈菊角逐连任 这一次两人将会再次的上演秋菊大战 民进党立委认为杨秋新并没有胜算 只能够被国民党利用当成炮灰 而国民党立委则是希望了杨秋新可以全力以赴 继而一选战在即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征召行政院政务委员杨秋新 披上蓝袍征战再度上演秋菊大战 国民党征召 我想这个身为内阁阁言 那当然是责无旁贷 那我说过也是用承担 也是用责任 那通过之后 那我当然是潜力以赴 这个就是秋菊之争 所以我说过这个是输在起发点 但是只要前党团结一致的话 不是没有机会 那我们当然会努力 赢在终点 从民进党籍高雄县长 到上一次以无党籍身份 角逐高雄市长 这次代替国民党上场 杨秋新蓄势待发 但高雄市是蓝营艰困选区 尽管这场秋菊之战并不容易 国民党立委希望杨秋新全力以赴 高雄真的是一场苦战 那那个杨秋新他愿意投入选举 勇气可嘉 那秋菊再战 那还是有好戏看吧 那杨秋新加油吧 陈菊在高雄市的政绩已经有目共睹 杨秋新如果再度披挂国民党身份参选的话 只怕只是被国民党利用来当炮灰 基于好朋友的立场 我呼吁杨秋新 不应该投入这个选战 民进党立委酸溜溜 直言杨秋新没有胜算 面对高雄市长陈菊长期执政 杨秋新卷土重来 两人从最早期的战友 四年前变成敌人后 现在恐怕又是一场激烈选战 有电TV综合报道